雪 纯洁的精灵 它轻盈的身体在深水之间漫天飞舞 或停留在树梢上 或散落在草地里 这里是丰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这里造成的风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 早已是白雪矮矮一片纯白 许多人不知道 在这个银白的世界里 还蕴藏着当地冬季美食独有的味觉记忆 这里是乡霸吉镇 南天湖旅游度假区的吃、住、购物中心 随着南天湖旅游度假区越来越多的为世人知晓 吉镇的农家周围也逐渐修建起了拱外来游客休闲度假的风情小镇 今天恰好是感激的日子 吉镇里异常热闹 住在吉镇旁明湖度假风情小镇的城里人 最爱南天湖高山放养的牛、羊以及这里山坡上放养的土猪肉 虽说现在是收成的淡季 可在这个看似小巧的吉镇上 依然能买到来自大山之外的各种食材 这些食材搭配刚买的鲜肉 足以制作出他们最钟爱的美味 不过要享用南天湖旅游度假区最地道的美食 你还得到香巴吉镇附近的农家里 那里还存续着最原始的味觉记忆 在明湖度假风情小镇旁的农田里 还有大量的萝卜与白菜 这些普通的蔬菜被高山双雪轻润后 成为了无数美食家须之若鹜的美味 然而对于当地人来说 早已准备好的月冬干货 才是丰富他们整个冬季的美食 在整个南天湖旅游度假区 当地村民还保留着杀年猪的习俗 经验丰富的杀猪酱 通常只需一刀就能让猪毙命 待刀口的血流尽后 杀猪酱会干净麻利地将猪的肉 内脏和骨头分门别类 并且收拾得紧紧有条 通常大部分的肉会被用来制作腊肉 用盐腌制是山里村民制作腊肉的传统方法 腌制好的腊肉通常会挂在屋内的房梁上 共一年食用 而房梁下的火堂是当地村民们取暖聊天的地方 临近新年 明湖度假风情小镇旁 农家的留守老人终于等回了外出工作和学习的儿孙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烤着火 聊着天 享受着难得的团聚时光 饿了就往火堆里来些洋芋 在高温的门口下 不到半个小时 洋芋就熟了 不用添加任何作料 这本真的味道就足以让人回味无穷 撕下的洋芋皮随手扔进火汤里 与彩自山中的木材一同燃烧 未经充分燃烧的微小的颗粒 随着烟雾升腾而上 常年累月 日积月累 香醇的烟熏在腊肉里慢慢渗透 不久之后 色泽红润 肥而不腻的腊肉将悄然生成 挑选腊肉需要多年的经验 家里的老人根据腊肉的成色以及软硬度 很快选到了今天的晚餐 爆炒腊肉和腊猪蹄汤是今天晚餐的主角 在火堆里炙烤 柴灶大火水煮 刮去表层的椒糊 切成薄片 当地人喜欢将腊肉与渣海椒同炒 渣海椒是用新鲜玉米磨成的粉末 与当地腊椒吻合发酵而成的一种当地特有的食材 其味道纯香浓厚 腊肉搭配渣海椒 在当地的柴火大造的助力下均匀受热 腊肉的鲜香与渣海椒的纯香相互清润 相互融合 这最简单的加工技巧 却能制作出来自大山深处无与伦比的美味 而腊猪蹄汤的制作则离不开山上一种特有的花豆 这种花豆带有些许花生的清香 将它们倒进锅里与腊猪蹄同炒 两种原始食材要长时间在汤锅里翻滚 碰撞 才能熬制出儿孙们最想念的味道 平常的土碗 淳朴的餐食 在村民们的餐桌上 并没有那么多色泽分成 让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因为它们追求的从来都是那份 无须雕琢的原始韵味 在自然之中 寻找最本真的味道 这就是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冬季美味的味觉记忆